那个制定函数部分 制定函数的做法其实跟刚刚 之前的那个做法是类似啊 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需要产生那个使用者定义里面有的话 那前提第一个 你需要在哪里呢 开发人员里面 先需要多增加 方选 OK 所以刚刚我在插入函数里面会有 是因为我在这边有插入 程序的名称 第一个特别重要 程序的那个型态一定要是方选 只有方选才可以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是选错了 选到sub了 怎么样都不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所以一定要是方选 那名称的话呢 也许我叫月卡函数按个确定 那他预设的话呢 会帮你产生一个 所谓的public 公用的一个方选 然后呢这个地方 等于是这个这个没有了 这个这个没有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也没有 那你需要加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你需要再加上一个引述 引述的话呢 就是跟使用者要什么资料 那因为我需要跟他要三次的月考成绩 所以我在这边打什么 月考一 月考二 月考三 OK 那这个时候呢 使用者会选三个成绩给你 那你再针对这三个成绩 他会丢过来 用什么 用引述的方式丢过来 那你是什么 再去串接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有 总共会有两件事 第一个 加上月考一 月考二 月考三 这个前面有讲过 类似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格子会跳出来 三个格子 使用者会给你三个成绩 你就知道 针对这三个成绩 去做什么呢 月考一 跟那个什么呢 Range D11相乘 跟E11 就是第二个百分 这个 E11 F11相乘 所以 123 其实这个比较像 那个公式 前面的公式做法 最后呢 比较关键就是 他要丢给谁 其实就丢给那个 月考函数本身 有没有 这个名称一定要Match 他又丢回去给他 然后呢 他又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就一个流程 所以我们最后做完之后 就可以看到 刚刚这个 这个插入函数里面 会跳出三个 三个 一 二 三 三个 按确定 他会返还到哪里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因为刚刚已经设定过 那个 小数点 也设定过 那个 微卵正黑题 所以他 回来就这样 OK 那第二种做法是 如果说我希望呢 插入这个 函数的时候呢 他会是一个范围的话 选一个范围嘛 按确定 那这个 这个做法上面的话呢 基本上 就跟那个 前面也有讲过 类似的 所以把 上面的这个方选 复制 贴过来 那有哪些地方会变更呢 第一个 本来会是一二三 月考一二三 改成月考范围 那名称记得 不能一样 所以我这边后面 加一个月考范围 那我 先把月考范围 先丢给一个A 由A去接到这个东西 特别说 A接到之后呢 如果你要 因为他这个地方 月考范围里面有三个东西 有月考一 月考二 月考三 丢给A的时候呢 A变成是三个范围 那怎么去叙述它 哪一个是第一个 特别说 这个是列 这个是蓝 它一定是先列 再蓝 所以月考一 就是一之一 一之二 一之三 所以你会发现 月考一 一之一 月考二 一之二 月考三 一之三 OK 所以以后 你用自定这个范围的话 你只要记得 先列 再蓝 那A 实际上就是一个范围 怎么去把它抓出来 就用这个方式来抓 当然未来如果说你是一个不只是 比如说像刚刚是一列 三蓝 那如果是两列三蓝的话 那这个一二 你也可以类似的方法 反正使用者给你一个范围 你就可以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那抓里面范围的方法 大概就是 用这个规则 如果是第二列的话 那你就把前面这个数字改成第二列就可以了 先列 再蓝 那这个列跟蓝指的是 使用者选取的这个范围 以他选的范围当成是 你要去抓的那个位置 OK 那一样 把最后的结果丢回来 就完成这个 制定函数的流程 因为有部分 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我大概就简略的讲一下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有关制定函数 那再来的话 有关Sum 三米辅 切到三米辅 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要 这边有所谓的统计那个销售部的奖金总额 销售部 开发部 这边有两个部门 那奖金各自不一样 可是我要加总的不是全部 我要加的是 这里面 如果他的这个范围里面 有销售部的话 才加 所以会是 这个加 这个加 这个不加 这个加 所以变成说 五个里面有三个加 那如果是开发部的话呢 有五个里面有两个加 所以怎么办呢 插入函数 再来一样 用刚刚这个数字 数学与三角 往下拉 拉到上 一幅 三米辅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第一个他会跟你要 一样三个 Range 不过你会发现 你千万不要被这个给骗 所要加总的范围 其实这个应该不是所要加 应该是你要判断条件的范围 这个有时候会被这个给骗 或者是他这个 有时候是 我觉得他这个叙述有打错的感觉 Range指的是 你要判断的条件 指的是这个范围 那 Criteria 指的是你要判断什么 那你要判断的是销售部 所以你打销售部 或者是我点一下B3 Sum range才是要加总的 所以是Sum range要加总的 所以如果这个是销售部 他就加 如果不是 就不加 所以加起来四千五 按确定 那就是这两个箱加 还有这个 所以加起来的话刚好四千五 那另外一个呢 开发部的话 那我就用一样的公式 把它复制贴上 修改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应该是修改这个Criteria 把它改成开发部 把它改成B5 按打勾 两千五 所以这个跟这个 那这个是Sum range的应用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另外还有就是 销售金额 大于五万的有几个 这个 这几个是 这两个不是 所以应该是把这些加在一起 26个 当然你不可能用人工 数字少还可以 数字多是不OK 所以怎么样 插入函数 一样用什么 用Sum range 这边有个Sum range OK 那你就找到那个Sum range 之后的话 然后呢 再来 Range 要判断条件的范围 Criteria 那什么条件 那这边就像 刚刚是哪一个部门 现在是 多少大于五万 你可以直接把什么 把你要 那个 数字可以打在这里 你移开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你加 前或双以后 表示它把它当成是一个 自串 丢给那个 这个范围里面去判断 Sum range 是把这些加起来 按确定 26个 OK 应该可以理解 那个道理吧 那 做完这个部分 请各位再切到 那个综合练习的第二题 这一题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 怎么样把那个 综合练习里面的 这个研习 第一次入门 第二次进阶 帮我算出 每个老师 参与研习的时数 的一个报表 怎么做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稍微提示一下 其实那个 教室研习时数统计表 关键就是利用那个 三米夫 用三米夫就可以做出来 哦